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梯,谢宾荣,给大梁山孩子闲血知识和爱的后鸟黄梁荒,杨亚文,2013年,空军卯部高级工程师谢宾荣自主择业,回到老家重庆,一次偶尔机会,师范院校毕业的他在网上,看到了四川梁山,需要社会公益人士接力支教行动的消息,那时,我就动了支教的心,谢宾荣说。 在得到丈夫和女儿的理解之时候,2014年春节已过,谢宾荣就剪去七腰长发,背起行囊,飞到了四川梁山的遗族村路,做起了一名支教老师,彼时,谢宾荣还没有想过要在支教这条路上长跑,他原以为尽心尽力完成一个学期的志愿服务,就可以安心离开了,但一次监考却拴住了他的心,那是谢宾荣支教的首个学期期末, 他被交换道箱里软硬件条件,较好的中心小学监考,原以为这里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应该比村里的学生更好,但看到试卷上大片大片的空白和歪歪扭扭的汉字,有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阴写不出来时,我心如刀割,那一刻,谢宾荣意识到,在这里最匮乏的还是狮子力量, 自此,谢宾荣就像一只候鸟,每逢学校开学,他就离开繁华的重庆飞到山里与孩子们在一起,一转眼,这已是他支教的第十个学期, 从西昌市太和镇固者小学,到美固县而其相依热村小学,再到现在支教的美固县,把故乡扎甘洛村小学,谢宾荣开玩笑,说,自己是典型的人往高处走,但条件也是一个不如一个,扎甘洛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,其中大部分是孩子,刚到这里时,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连一句,完整的普通话也讲不出来,有的两位书家减法也不会,谢宾荣从孩子们最熟悉的玉米,土豆,核桃,辣椒入手,教孩子们学会加减法,他还自编歌谣,教孩子们认识拼音和汉字,让他惊喜的是,孩子们学得很快,一个学期下来,他们不仅学会了所有的拼音,而且学会了声调, 刁桥,还认识了一百多个汉字,除了教孩子们十字算题,谢宾荣还教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学生有了一定的文化素养,有了开放的事业,有了良好的生活方式,才会有改变贫穷面貌的信心,扑贫才有希望,刚去支教的时候,谢宾荣看到大部分孩子的脸蛋比小猫还花,衣服当得看不出颜色,他就给孩子们发放洗漱用品,教他们洗脸,洗头,刷牙,然后, 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新模样,慢慢的,孩子们的脸蛋变干净了,衣服也变整齐了,因为海拔高,米饭煮不熟,他常常吃着家生的米饭,山里潮湿,洗的衣服经常十天半月才能干, 还常被小狗叼走,或者被风刮跑,尽管用了老鼠药和沾鼠板后,房间里的老鼠仍旧猖獗,房间离洗澡不方便,经常几十天才能下扇洗着澡,跟在城里舒适的生活相比, 这里的一切都变得艰难,但看到孩子们的点滴进步,谢冰容便有了无穷的动力,更让他感动的,是孩子们的纯真,天冷没有菜吃,孩子们就从地里挖来鱼星草,水管被冻住了,孩子们就在冰天雪地里走出去,老远到河边给他砸冰提水, 一个孩子还在写新年愿望时这样写道,希望老师能永远陪着我上学,一个女孩全身长满红斑,疼得无法走路,谢冰容便背着他回家, 在路上,孩子突然轻声喊了谢冰容一声妈妈,谢冰容当时先是一愣,然后心里发酸,眼眉情捕自尽就留了下来,孩子们需要往,需要学习,也需要爱,谢冰容说,他越来越离不开那个地方,离不开那些孩子, 户口 户口 户口